踏入八月国庆月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呼吁全体国人 一起挥舞和悬挂国旗 象征全国上下团结一致 共同对抗新冠疫情 国庆月悬挂国旗是一种爱国表现 过去多年来 一些人甚至把国旗穿在身上 展现爱国情操 不过通讯及多媒体部长 拿督赛夫丁就促请国人 不要把国旗改成衣服穿在身上 首相丹斯里慕尤丁 今天早上在线上推荐国庆月集 挥动辉煌条文活动时指出 今年的国庆主题依旧是关怀大马 以配合国盟政府的承诺以及愿进 希望在抗议的同时 能够激发人民爱国和团结的精神 因此他呼吁国人在自家屋前 或车辆悬挂国旗 一起表达对国家的爱意 祈愿我国早日走出疫情 回归生活常态 共享繁荣 他也强调爱国精神能够让国人维持和谐生活 即使来自不同种族宗教和背景 彼此都能够互相爱护和团结一致 一起终结这场疫情危机 同样出席线上推荐里的通讯及多媒体部长 拿督塞夫丁则表示 国人将国旗改造成服务装 穿戴在身上的行为并不合适 塞夫丁强调 国旗作为国家象征 必须受到高度的尊敬和重视 他理解人民想展示爱国的一面 才将国旗改造成衣服穿在身上 不过他认为 国旗必须是完整的辉红条纹 不应该在上方添加其他的样式 因此他鼓励人民换另一种方式 例如使用国旗的代表色来制作服装 另外塞夫丁表示 今年的国庆庆典原定在登加楼举行 不过受到疫情影响 没有实体庆典 还是以线上直播的方式进行 sub indo by broth3rmax modified by broth3rmax 16 脅